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9日宣布 历时三年目的在于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赶出伊拉克的战争除得成功并且已经结束 阿巴迪在巴格达的一次由伊拉克记者工会组织的会议上说 伊拉克部队完全控制了伊拉克敘利亚边界 所以他宣布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已经结束 伊斯兰国武装在2014年夏天 占领了伊拉克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 对伊拉克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 在过去三年半当中 伊拉克部队在美国为首的联盟支持之下 进行反击夺回这些土地